大家好,欢迎收看《默默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聊一部由杨千画梁家辉主演的香港惊悚电影《饺子》 主要讲述了女子为变年轻从而吃起了一种秘制饺子的故事 妹姨60多岁了,但她外表却看上去只有30出头 据说这都是因为她常常使用一种婴胎配料的饺子才会保持容貌 妹姨的饺子只能现做,而且价格昂贵 但这样的黑市却依然客户很多 女主清清这天也通过朋友介绍来到妹姨家吃饺子 清清其实当年也算是一个挺红的女星 但20岁就嫁给了现在的丈夫老李 还退出了演艺圈,谁料红颜易逝 清清逐渐色衰后而老李色心难改 她便开始偷吃其他年轻貌美的女子 所以为了取悦丈夫,清清才来到这里 而第一次吃饺子,她第一口就吐了出来 好在有妹姨的引导之后,清清又来这里吃了很多次饺子 又过了一阵子,清清觉得现在吃的饺子虽然让她皮肤变了好一点 但老李那边依然无动于衷 而她希望妹姨尽快找到上次说的那种极品 也就是五个月的配胎 但这种东西不是说有就有的,还需要等待 结果刚送走清清,一位母亲就带着15岁的女儿阿琪来了 原来阿琪意外怀孕了 因为听说妹姨以前是医生 再加上她们没钱去医院 便希望妹姨可以帮忙拿掉孩子 可妹姨觉得太危险,想要拒绝 谁料对方求情,表示这个胎儿是个孽种 因为阿琪是丈夫强暴怀孕的 与此同时,清清意外得知了老李的外孕 之后又一次约见妹姨,表示自己不能再等了 想要尽快夺回老李的心 而妹姨觉得像清清这样的女人太多了 哪怕是被丈夫背叛,到最后一无所有 也不敢像她当年那样勇敢离婚 但是说是那么说,妹姨还处于对清清现状的考虑 再处于对阿琪的同情,便为阿琪做了人流 并且还算成功 之后妹姨联系清清来吃饺子 虽然期间清清因为偷看加工过程而被吓得跑出去 但她最后还是乖乖回来 并大口大口地品尝起用极品做的饺子 似乎越吃越美味 看到梦梦都饿了 妹姨看着她全部享用完毕 表示清清这次一定会脱胎换骨 而清清很快就接到了老李摔伤腿的电话 并立即赶往了医院 老李的腿被吊着还打满了石膏 可清清一到老李突然觉得她和平常不大一样 身上很香,一举一动都涉人心魄 就这样此刻还管什么腿脚不变 都先给我往后哨哨 骨折泪拉倒 之前碰都不碰清清的老李又一次沦为了她的裙下沉 而当晚阿琪本在母亲陪同下回家 可却大出血最后死在了路边 她母亲慌乱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有明显的回春 看来魅姨的话果然奏效了 菜上满后大家却说菜里似乎有一股腥臭味 轻轻无意间摸到自己脖子后面起了疹子 再闻一闻手 她觉得那股腥臭味似乎是自己身上传来的 于是赶紧找就可溜了 她回家用力的洗搓 哪怕是加上再多的香料 那股怪味就是去不掉 她气愤的打电话给魅姨 质问对方所谓的极品是不是有毒 魅姨表示这味就是药效罢了 这时电视里正播放着轻轻年轻时候拍的剧集 她看着那时候的自己才想到如今的对比 一时各种心情交织在浴室里痛哭 而此时老李恰好回家听到了以上 可她并没有揭穿 而是隔日自己去偷偷找了魅姨 原来她也想要身体变回更年轻 结果她在吃饺子时和魅姨看对了眼 两人干柴烈火了一回 两人最后达成了约定 老李表示自己以后常来 也不知道是吃饺子还是吃魅姨 结果老李前脚刚走 轻轻就来了 可魅姨却没有为她开门 此后轻轻的皮肤依然不见好转 只能去医院拿些不太管用的止氧药 却又意外得知了老李外遇的想怀孕的事 她整个人有点崩溃 她又一次找到魅姨 但魅姨表示自己已经收删 可等轻轻刚走 她就给老李打起了电话 还撕碎了轻轻给的支票 魅姨似乎开始把自己当做老李的正事了 某天警察赶到阿琪家 原来阿琪的妈妈为了给女儿报仇 想要砍死丈夫 警察制服了她 男屋主重伤 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但她死不死根本不重要 因为在阿琪妈妈的心里 她早就被处刑了 这件事让魅姨的黑店也被牵涉其中 她逃到了深圳 而轻轻则找到了那个之前怀孕的小三 并跟她说老李已经回到自己的身边 让对方好自为之 她给了小三双倍的钱 交换对方肚子里五个月的婴胎 故事的最后 魅姨因为长期没有再使用特殊饺子 所以越发苍老 只能做个扁蛋弓 而轻轻对着那只胚胎 早就手起倒落 最终成功下肚 画面回到了轻轻结婚的时刻 当时她许下了三个愿望 一生一世被爱 永远幸福和青春美丽 如今看来却十足讽刺 全片完 这部电影虽然是一部惊悚片 但并没有超现实的鬼神 被强暴的阿琪 无力挽救的母亲 物入歧途的小三 二十岁就结婚的女星 和试图永保青春的魅姨 这五位女子几乎涵盖了 女星一生的代表时期 是人之人 以及故事里女星的可悲命运 才让电影充满了惊悚感 你以为自己拥有的是鲜花 而或许那只是一场梦境 刻薄 无望 悲哀和沉痛 这才是现实 好了 今天的梦梦摄影到此结束了 欢迎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